这个调皮的小男孩 跑到马路上玩耍 突然身后的油罐车 朝着他冲了过来 父亲见状 以每秒60麦的速度冲过去 将他抱了起来 可不想而知的是 由于油罐车司机拼命拉手杀 导致油罐下落转移方向 直接静止朝着女儿撞了过去 刚好砸到后面玩猫的女儿 为此女儿却永远离开了他们 等和女儿办完葬礼后 妻子无法接受女儿离世的现实 留在家中 只会让自己想到 女儿的点点滴滴 于是他决定带着儿子 回娘家散散心 现在整个房子中 只剩下大壮一人 突然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因为听隔壁村的王大爷说过 这个村子里 一直流传着一个恐怖传说 只要把死去的东西 埋进后山的宠物坟场 所有死去的生灵 都会死而复生 为了尽快见到女儿 大壮二话没说 直接抛开女儿的坟墓 接着抱着女儿的尸体 来到宠物坟场 找了一个空地将她埋了 顺便还将死去的猫 也埋在了这里 随后 等大壮回到家中 他提前把女儿的衣服放到床上 就这样默默等待着女儿的到来 到了深夜 楼下传来一阵开门声 他赶紧下楼查看 却发现是一只复活的猫咪 就当他一脸失望时 地板上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排脚印 他顺着脚印来到地下室 果真发现了复活的女儿 大壮一把抱住女儿 很显然 他已经忘记了女儿死掉的事实